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126到第127哦 所以看我们讲这个估算长度哦 那么所谓的估算呢就是我们讲大概猜一猜哦 它几长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A项啊 估一估在格子里划钩哦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黑板差哦 那么这边就如果OK 这边有一个实体哦 哦 那么你看这边我们的这个尺可能就是 呃 如果你看这边是大概20cm这样哦 那么看清楚的话 这边也写一个cm哦 所以这边大概是20cm哦 所以他讲这个emeter 就是我们讲很长的emeter哦 所以就是好像一把米尺这样哦 所以这个只是20cm的短尺罢了 那么可能你也是15cm哦 那么这个是多处 一个5cm哦 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讲 如果这样量大概量的话 他肯定是少过啊 1m 了哦 如果我们这边这样看哦 如果你这边这样 量的话 这边大概是4.5cm哦 所以我们讲这边肯定是少于emeter的 那么什么是emeter呢 那么老师可以展示给你看 现在这个就是一把我们讲米尺哦 这个木楼长的哦 那么你看到这边是写一个0cm哦 那么这边是10 20 因为太长我就没有展示完给你看哦 那么一直到 我们讲到 90哦 你看到90 我们到这边99哦 那么99啊 这边其实就是100cm哦 不过这边就写emeter哦 所以这个可能你老师以前有看到他拿着这把持哦 所以这个叫我们叫米尺哦 所以呢这个啊 你可能在班上看到你的这个黑板 或者是smartboard啊 这个黑板的话你都会看到 他肯定是 啊 多过我们讲多过1m的哦 所以呢 这边是肯定多过 1米哦 多余1米 ok 这样去我们看这个 b 项了 ok 估算测量和做比较哦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ok 牙刷那么美数据的时候用了这个牙刷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实际长度哦 如果我们这样量的话 是量他的这个 最前面跟到最后面哦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这边是我们讲19cm哦 所以这边是算起来是实际的 实际的长度是19cm 那么可能你我们讲阿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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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20cm哦 ok 这个可以搭这个可以搭过这个了 ok 这个篮球场那么就 可能你学校篮球场 啊 如果我们讲规范的话 如果你上网找的话 我们讲篮球场的这个宽度啊 大概是实际 的话是15m 就15把那个米尺 那么这个你可以写少过好 14m哦 这个不可以写cm哦 cm太小了 ok 这样去我们看这个西向咯 估算和测量曲线的长度 ok 其实 呃估算的就是可能大概 我们讲这边竟然已经6cm了 那么肯定是多过 那我们讲大概这边是8cm ok 那么老师就准备了这个 我们讲曲线哦 你可以这样其实是这样啊 那么你要 你可以有一把这个你的线可能长一点了 那么你可以这样子 那么按着一直按着好 那么你按到一个 地方呢 你可能就是做一个我们讲做个记号啊 那么就剪断好 那么你就这样 刚好这个长度是这样哦 所以 你这个测量呢 那么因为它是 曲线哦 那么可能你就可以把这个尺 那么就可以大概量一量哦 如果你看这边这样量的话 这边是从零 我们到这边哦 啊 所以看到大概是 ok 准的来讲这边是7cm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讲这边是7cm 这个是我们测量了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第127面哦 ok 哪个是公斤 哪个是克 所以我们讲这个kg哦 kg 我们讲就是公斤哦 所以这个gram 我们叫做克哦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啊 B相咯 写出合理的质量单位哦 所以看到这个 啊 榴莲 没有可能1g哦 1g实在太轻了哦 那么这边肯定是1kg哦 给下去这个山猪110 啊 没有留kg哦 kg太重要了 110 公斤就好像一个 我们讲 比较胖的人哦 啊 那个真的可能会110 kg哦 那么这个只是110gram罢了哦 给就要去到这个 啊 苹果也是这个超过一样了 所以这个也是gram了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C相了 那么这个只是 我们讲 从华语去 写去英文哦 或是英文写去华语哦 所以这边的就是我们讲号码是一样的 这边公斤就变成 kg哦 这个10 我们就写这边是 啊 因为kg哦 就倒转就是公斤哦 那么这边就是650 克哦 因为g就是克哦 然后这个38 克我们就讲是gram哦 OK 接下去我们看这个哦 OK 可能你在科学室你有看到这个东西哦 这个我们东西我们叫砝码哦 你看这边写着 1kg哦 这是工厂所做出来的哦 那么就是准准的 1kg 或者是1000gram 哦 所以呢 这边就是这样啊 那么如果 现在 OK 我把它放 给你容易看点哦 所以看到这边呢 就是 比如说这边我是写 这边是 展示是0gram哦 那我就放这一个 这个东西是对的哦 所以我们就是放了 看一下这个 啊 这边刚好放到是1000哦 所以就是对哦 所以这边我们就写这边是1000哦 所以这个是标准的重量哦 OK 所以这个就是 啊 做完了 可能印象你比较深刻就是要 想着这个东西啊 这东西是1kg哦 那么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 啊 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126到 啊 第127哦 OK 如果 可以的话呢 你在那边subscribe哦 那我给你看 你可以看起来有关系的 video在这边咯 那么在这个 video下面这个链接 那么可以按咯 那么可以加入利老师所开发这个Dragon Robot咯